畫面中可以看到一艘白色漁船 在海面上不停起伏 強光對著船照射卻始終沒有人回應 15號下午宜蘭南方澳漁民出海捕抓被淚 一直到晚上仍然沒有回家 家屬心急出海找人卻只巡獲父親的船隻和手機 仍依舊不見蹤影 立刻報警處理 帶您聽聽家屬和海巡署怎麼說 海巡署接獲報案立刻到場尋找漁民 並出動無人機組和沙灘車 直到現在仍持續搜救中 而家屬也非常擔心 希望能在黃金72小時內趕緊找到人